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物字的国语诸音是物 自生物 物 自生物 物是马奔驰 快跑乱跑的意思 如汉书司马相如传有 东西南北驰物往来的句子 汉书音译解释 驰诚曰驰 乱驰曰物 放纵的追求也叫物 如靠高物远 是说理想高远而不切实际 心无旁骛 是说一心去注意某件事 而不分心想其他的事情 物望是众目远望 而物外则是说不守本分 不专心于自己的工作 以物字很容易混为一谈的是这个物字 物字的国语诸音是物 自生物 又音物 国语诸音是猫物物 自生物 物是鸭子的别名 属鸟类中的游禽类 指尖有脯 善游泳而着于步行 尾端有分泌脂肪的尾脂腺 所以它不时以嘴取油 吐在羽毛上 所以能入水不适 人们饲养的称为家鸭 野生的变称为野鸭 但孤物指的是孤咽 原来咽也是油禽类 想鸭 藤王阁序 落霞与孤物齐飞 秋水共长天一色 物灵是一种小传名 因为它的形状极像野鸭 所以就以物来做名了 由于鸭子有群性 只要领头的向前走 其余的就一定鱼贯跟进 所以有句成语叫七枝若鹜 是说前往屈腹的人像鸭子一样 集在一起 比喻衣服全世的人很多 也可以做对事情的热衷 句成语也是一句褒贬人的话 最后要提出来的是 这两个物质的分别 一个是从马 一个是从鸟 应用的时候应该特别注意 如好高物远 心无旁骛的物 就不能写成趋之若鹜的物 今天的每日一字 就为您介绍到这儿了 谢谢您的说